台湾歌手陈生最近接受采访,是一言不慎惹出了小小的争计,因为想要找来新闻录音,和做自己的新专辑,陈生称,她是自己最爱的妹妹,被记者问到了刘若英吗? 陈生回复,刘若英不是女朋友吗?怎么是妹妹?陈生与刘若英之间的关系一直扑朔面离,陈生作为刘若英的师傅,一手很红她,就连奶茶的绰号,都是陈生为她而取,因为奶茶有奶的芳香却不像奶那么腻,有茶的清白却不像茶那么色,所以可以喝一辈子不会腻味。 刘若英说自己这辈子只看到陈生穿过两次西装,一次是陈生的婚礼,一次是在我的演唱会。 当年的演唱会上,刘若英和陈生合唱《被爱痴狂》,她像个羞涩扭腻势态的小姑娘,笑忠呆累,爱一堂都藏不住。 可惜当时的陈生已经成家立业,所以尽管可能对奶茶有益,她却不得不把她往别人怀里推,在一次访谈中, 主持人侯佩曾问陈生,老实讲你有没有喜欢过奶茶?陈生说,你神经病哦,问这个问题,我不喜欢她,我帮她做那么多事。 当时的奶茶顿时哭得稀里哗啦,不过,随后陈生便离开话题,去问奶茶为何在自己这一棵树上吊死,你现在是怎么了呢? 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吗?这是我最建议的一件事了,随后奶茶更是狂呼,表示自己的风筝线就在陈生手里,只要她拉一拉风筝的线,自己无论飞到哪里都会回来。 最后由于陈生的拒绝,奶茶慢慢退出了师傅的世界,找到自己的幸福,可是当初那么多年都没承认过奶茶是女朋友,现在唱这一出,是不是有些不妥呢? 对此,刘若英二十日在脸书发完,幽默感不是人人都有,更何况有时候会伤人,开玩笑有时候别人会当真,徒增烦恼,师傅喜欢说笑,作为徒弟,以前觉得好笑。 这次只能苦笑对于玩笑,大家别认真,一日为时中生为时,可以看出奶茶的语气相当无奈了,可能陈生只是无心玩笑,但是会给别人带来困扰,尤其还是在娱乐圈这样一句话不对就飞人满前飞的地方,可能大叔以后要多挽住自己的嘴了,北京时间,娱乐频道和平地造者。